见到个别都破顶 包括了亚生活 惠正出报告唱好 全城追偶是这样 看到目标价是39.8 报告中,第一句 他说亚生活去年升了1.5倍 但比其他同业的估值 仍然有折扬 似乎跟碧桂圆服务比 人家说48倍 亚生活也是35倍 是否这样比较 就可以觉得他追落后 那一定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因为本身你又不会拿着2669 那些去比 始终的市值规模真的差够一段 本身和本身两间公司的性质 是相对相对比较类似的 如果上水话看完本身 他们上了市之后一些动作 尤其是做M&A那边 亚生活是做得比较快一点 比较进取一点 因为我们看一些物管股 其实都是看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本身内部自然增长 就是本身他们妈妈内房的预售情况是怎样 你交付了就可以正式慢慢收管理费 但这件事又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新的项目是OK的 因为毛利率可以比较高一点 就是收管理费在那里 但这些现有的项目 你就很难会提到价格的 所以另一方面又要拉动 加快过盈利增长 收入和过盈利增长 就是看M&A的步伐了 去年亚生活是做了几单的 而且本身收购的作价 比他们本身的PE还要低 就是说对于他们的盈利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简单来说就叫做Earning Segrative 就是基本上对他们的盈利有一个很正面的拉动 所以纯粹说 估值和估值 就是Apple to Apple去比较 就是把瓦生活和迫伏两间拍在一起去比较 论他们的执行能力 和后续的每股盈利的年份的增长 其实是可以慢慢和迫伏去收责的 你说收责它有多少 可不可以Apple呢 就不要太过贪心了 刚才说部分大刊 就是说35%楼上的增长 你当它是一倍PEG 其实还有31倍追上35倍 其实至少也有10%追上 所以你说现在在物馆股里面 你去选择龙头的话 我想在瓦生活来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